那另外呢 我在教那个科技领域的运算思维 我就会把那些很重要的方法概念 我把它变成这个叫做 顺口六是不是 七言绝句 大事化小拆系统 智慧浓缩抓重点 逻辑思考顺步骤 把它弄成这样的内容 我会在这里面抓一个字 拆就是那个核心重点 第三个是五个 那把这五个字抓出来之后 我就会变成一个口诀 叫拆抓顺套表 各位有教学生 灭火器怎么用吗 口诀是什么 拉 拉拉压对不对 那洗手口诀 那个是烫伤 对好 那各位知道吗 我以前考武专 我是考武专的啦 那我那时候也去补习班 但是我很不喜欢背 我是典型的理工男 所以我的社会科 140分的满分 我只有考80分 只有80分 所以我是靠我的数学那时候很强 140分我考136分 我是很不喜欢背的人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我所学的社会科的东西 我全部都忘光 但是我唯一记得一件事 八国联军 二德化每日熬一阴嘛 为什么我会记得 因为他有口诀啊各位 二德化每日熬一只老鹰 二德化每日熬一阴 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有口诀就容易记 那所以当我们想要学生学得好的时候 你除了整理出那些重点观念 还有核心的关键之后 有些有顺序的要不要排一排 要排顺序的 如果没有顺序关键的没有关系 你就把重点都 集合在一起 那如果重点太多 怎么办 人的大脑有一个叫做神奇数字叫7 以前米勒有提出一个神奇数字叫7 就是你的脑袋一次只能记住 最多大概7加减2 所以脑袋好一点的人 一次可以记9个东西 脑袋不好的一次起码记5个东西 各位这一件事情 20几年前已经被修正了 人的神奇关键应该是4 神奇数字是4 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在6个以内 你会很容易记 大概2个到6个以内很容易记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就会很难记 所以如果你给学生记的重点 哇十几个 绝对很难记 怎么办 分类 分类 刚刚说不能超过4加减1嘛 不能超过3到5个嘛 所以你这十几个怎么办 分组 所以我们会记电话怎么记 0912 519 373一次10个数字给你记 你一定很难记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自动习惯把它分组 0912 519 373 6个字 让你从这里走到校长室都还记得住 对不对 因为你分了组 那每一个组都在那个4到7个里面 你就会很容易记 所以当你有很多重点 你就必须要做这些处理 那做完这些处理之后 如果你可以再把它图像化 说故事 那你上课就只要跟学生讲故事就好 讲故事 我再举一个例子 好 感谢观看